大部份小狗 因为天生关节比较差 所以才有关节炎 以季妇狗、铺道为例 大部份膝膏会比较差 会有菠萝角移位的情况出现 预防方面 如果有菠萝角移位 有手术可以做 将菠萝角放在正硬位置 关节炎之后的机会会比较少 如果有关节炎 有什么可以做呢 有两个大方向 一是食药 消炎止痛药 主要是用消炎的作用 令关节炎不继续叉下去 第二个方法 坊间也有说 打骨针 是一支保护软骨的针 大部份时间是连续打四支 一个星期打一次 之后就继续一年 另外也有其他可能性 是狗仔关节炎 有些是连人 好像年多大的退化 有时会因为感染的情况 有时会有关节炎 有时会因为它本身 免日在攻击自己的关节 也会见过 但是最常见 就是本身关节比较差 毛城城Mocity 一站式宠物资讯平台 尤其全港各区 兽医诊所 宠物店 和美容店的名单 还可以找到 养得宠物的楼盘 记得上毛城城Mocity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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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